Here is a projection of thought Now hear this All personnel now hear this Have a movie talk at this night 此夜場映幻 戒力何故 今個星期的電影可以說是中西方的情懷大戰 情懷即是要一些經典的重溫 至少今個星期007哥哥大戰科哥哥 初哥哥 科哥哥是我們的科林 十月初四的月光很好看 OK 真得沒有朋友 科林還在外面收藏後期的東西 蝦頭做得很好 蝦頭在那天澳門會飛上也不錯 我們很力捧科哥哥 科哥哥就行了 但007哥哥又怎樣 今晚就說一下007 最新的這集叫什麼名字 它在香港叫鬼影帝國 鬼影帝國 你不知情以為是Mission Impossible 鬼影約章的延續編 這些名字真的很不老禮 你買票房要人投入 你問你是鬼影 其實我一看這個譯名 我幾乎就說電影公司想害死這部電影 為甚麼 你用回傳統的智慧 就是鐵金剛涌破魔鬼黨 很厲害 很有氣勢 怕不怕這些名字 現在用會漂亮 不要緊要霸氣 現在什麼007 武號鬼影帝國 還要說 Sorry 鬼影約將被Mission Impossible用了 對 難怪你這麼爽臉 我覺得電影公司 譯這個名字 要扶負責任 假設票房有些差池 我覺得這個名字 令到沒有1000萬票房 有味道這麼誇張 你沒有霸氣之餘 還要被人以為是Mission Impossible的延續編 始終你前提到007這三個字 關鍵就是 007這三個字 今時今日 還有一個吸金的招牌 你看他的開話 也不算太差 但好像沒有預期中 那麼理想 還是本土僵的初哥哥太厲害了 你問我有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其實這一部電影 大家喜歡的很喜歡 不喜歡的甚至乎 哇這部電影摧毀了整個系列 這麼誇張 如果你喜歡一個有血有肉 甚至有眼淚的James Bond 沒問題的 你上次看到他的老闆 M都已經死了 即是說Skyfall 整個MI6被人炸了 發覺原來他是無能的 難聽說一句根本是一個 未受足夠訓練的一個新特工 突然間要擔大旗 結果就出事了 但你喜歡就覺得 終於有些人性了 這次有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他沒錯 這個00出 是拿著license to kill 即是他拿正牌去殺人 但同時他可以license not to kill 變成了整部戲原來很命題 是哲學的層次 就是你可以選擇 這支槍插在你的手裡 你可以殺與不殺 你可以放下屠刀 立地成罰也可以 你可以快意恩仇 去做一個大盒也可以 可以了 即是甚麼 即是悶 我又未必敢認同 何姑 所以變成喜歡與不喜歡就是這個意思 我未到說很喜歡 這部電影我是not bad 但未到說要去到collection的界別 但我覺得not bad 整件事 起碼我看詹士幫求甚麼 我求動作連場 大場面 美女激戰 然後又有型男 西裝很帥 西裝很帥 他齊全給我的 我遇到甚麼 第二個問題 很多人不喜歡 就是過去 詹士幫是美蘇冷戰之下的英雄人物 可以代表西方國家對抗東方 但發覺由他新的一個系列 即是由他擔政 這個Daniel Craig擔政之後 這個王家賭場 為甚麼所有敵人都是自己龍女雞造反 即是之前原來就是前MI6裏面的一些 被M遺棄了的舊的前輩 變成了壞人 OK 今次重大件事 不論是英國的政府裏面有艱世 甚至乎他的家人都有問題 是 那裏面是甚麼 喂 你怎樣 你這班人原來自己龍女雞造反之餘 甚至乎就是 你自己一直被蒙在鼓裏 是 你這班人很廢 其實今次這部電影 我想大家如果感到失望 不喜歡 會不會太大部分的原因 是歸咎於大家把他和Sky 4並駕齊區 做個直接比較 喂 這個是必然的 是嗎 那你這個經典的系列 第23集去到這麼厲害 那我期望你24集都不差 反過來說 我為甚麼會維護他呢 因為我反而反過來 Sky 4 是在整個系列當中 很凌類說故事的一集 是啊 就是因為這樣 你上集的時候 你自己另類了一局 今次我回歸傳統而已 那就糟糕了 回歸傳統 如果我是傳統的詹斯邦粉絲 那我是收貨的 只不過上次突然間 你不同了一點 我保留一個很重要的命題 其實這四集 全部都是remake 由詹斯邦這個普通人 突然間晉升了007這個特殊階層 整個新系列開始 所以上次Sky 4這麼厲害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整個MI6被人炸了 M都死了 大家是完全鼓勵不到 但更重要是第二集 兩支危機不好看 這次大家都說 其實他悶的程度 拍得住兩支危機 麻煩很多口水 甚至乎說 你經過了頭十多分鐘 墨西哥那段之後 是很悶的 這個其實又 已經不關是不是007事 這個其實很大部分 荷里活電影的拍法也是 一開場 你一場驚天動地的追逐戰 必須要的 這個 令到你醒一醒神 我們開球了 這個就是Tom Cruise也是這樣 只不然人家是馬尾飛機 大部分都是 這次這個比Tom Cruise那個好 沒錯 Tom Cruise那個就是 開場來驚天動地之後 完的了 這次這個未完的 還有的 但其實這兩套戲 是很接近的戲軌 都是突然間一個 非常有經驗 甚至是很出名的特工 遇到自己的一個宿命的對手 然後你身邊的人被殺了 那發生什麼事呢 這次竟然的答案就是 蛤 原來是他 這次其實如果大家 最慘的是什麼 你要看回王家賭場 才想起那位Pail King 後來那個白將軍還是白先生那段 我在現場 我承認 我第一個 這麼熟面後 哪一集出現過 我先檢查一下 我來第一集 然後你問我 就是整個戲軌 去到中後段的時候 我發現一個很重要的名題 既然我是一個奸角 我是壞人 反過來 這個Mission Impossible裡面 裡面的主角被人捉了 但他是想招攬他過去 做自己半變的人 這次真的是 詹士邦的敵人很討厭他 捉了他之後 麻煩你 我常常都老套 先把他的手筋腳筋 先把他的衣服 先把他的衣服 先把他的雙眼拆掉 這樣的話 他就逃不到 你不可以炸你的基地 問題是 為什麼這麼紳士 這麼紳士 真的 如果你問我 他要不就不要被琴 被琴的話 我這些跟你不是有朋友 我就算我不殺你 我想你死前受的虐待 也先插你兩刀 所以整件事 你擺明讓他逃走 你擺明讓他炸回你的基地 你擺明讓他動你 但是在他這次動作場面上 我想這種觀能刺激 基本地滿足到很多 大部分觀眾要求 你問我第一段 在墨西哥是直回票價的 因為他刻意 他頭過大約八分鐘左右 有板一剔過 由街上 一個很大型的巡遊 有一個板一剔過 對 其實有中間兩個村蠅位 大家知道什麼事 入升降機 然後上去上面 天台再出去外面 其實有村蠅位 不過不要緊 但重點是他的故事 究竟是不是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 很多人都說 他最後一集 他已經幫M報仇 然後還可以退隱 已經開車離開了 但居民的編劇 還寫了第五集劇本 是嗎 是呀 就是這個導演去拍 然後怎麼辦 有兩個伏線 一個伏線就是 新任的M 他已經重掌大權 已經 然後還有些事情要面對 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他們的Q彈太廢 Q彈現在變成電腦摘纜 我們過去都很喜歡看那個Q彈 可能你給你一個玻璃會爆炸 給你支筆 可以變風筒 問題現在 極其量都要重複回以前的東西 即使是車都不太經典 以前的車可以變成潛水 所以其實Q彈也不可以完全發揮到它的功能 應該給它一個機會發揮 或者這麼說 今次這部電影對於艾力 我自己個人而言是收貨的 至少我剛才說過幾個元素 即是漂亮西裝 漂亮衣服 漂亮人 漂亮景 大型的動作 都齊備了 但是他全副武裝 就未到A級 其實我覺得這個系列一向都不到A級 好像你所說 他裡面可能是很多高科技武器 又未真的那麼高 整件事美女又未真的那麼漂亮 看日葛花又葛眼 所以整件事我認為是B級課飾 而且他最重要的名題就是 他在這個沒有美蘇冷戰之後 他面對這個世界現在這一刻 最新的一些問題 他無法回應 以前我們會覺得鐵金剛 就是代表了西方所謂正義的陣型 現在他竟然變成龍女機作犯 意思是什麼 他失去了一個敵人 他又不敢再說俄羅斯 甚至可能北韓那些 在東方那些新的敵人 甚至不敢說中東的問題 因為怕什麼事 所以變成了他的所謂英勇 甚至乎他代表的所謂正義 是不能夠吸引到我們這一班的觀眾 他出師無名 那就大劑了 既有觀眾吸引不到 新一代觀眾又好像未能夠太吸引到他們入場 是啊 哎呀 這個問題會不會是接下來預言 Star Wars會不會有機會發生同樣的問題 你說Star Wars哪方面 是年輕觀眾的問題 是啊 這個我擔心 因為這次007 都是一個很傳統的電影的金七老招牌 但票房上雖然都是很良麗 但是我覺得跟他們預期中有一定的出入 嗯 所以我有點擔憂 因為Star Wars同樣都是一個老品牌 這個不算是擔憂的了 到時再說吧 那這部電影先給我分吧 80 80分 80分 嗯 OK的 一直說下去 我以為我是在維護這部電影 何故沒有這麼偏坦這部電影 你開了80分 80分 我開了75分 這差不多 最後又是掌門人那些 打和 下星期再說其他電影